便秘 痔疮 便血案例 经朋友介绍到原始点中心调理 调理前的症状 便秘 两天排便一次 每次痔疮都会脱出 并伴随大量出泄 随时处于痔疮脱出不能缓纳的状态 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睡眠质量不佳 异性 调理细节 基本两天到中心全身按推一次 150克有机干浆熬煮浓浆浆汤口服 红豆袋 暖贴 电热毯 交替使用 每天温敷9小时 运动1小时 温热性饮食为主 解除寒凉食物 积极乐观的心态 调理过程及改善 2021年3月4日 第一天 按推第一次 排便出血量减少 3月24日 第二十天 按推第十二次 便秘完全改善 致脱出改善六至七成 排便流血改善四成 睡眠质量好转 心情愉悦 恐惧感消除 4月8日 第三十五天 按推第十九次 所有症状改善八成以上 并且在无意间发现 十年来蹲久后要起身时 头晕及眼前发黑闪花的现象 皆已消失 一个多月的调理 让我明白 调理的过程 就是改变观念 改变生活习惯的过程 是原始点 让我重获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会把原始点传播给我身边的人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感恩心情付出的每一位志工